今天是5月19日,星期二 先看看美股 昨晚美股發胃 導致早市先高374點至24,059 事實上這亦是昨日日中的低位 之後輾轉上升,一度高見是24,708點 即是升了1,000點 最後收在24,597點 相對上星期五升了912點 美股近期或多或少都是略大反覆 其實很正常 如果你看到道指由3月23個低位18,213點 輾轉升到4月29個高位24,764點 六個星期已經升了6,551點 出現回套根本很正常 直到現在這分鐘,暫時的回套低位 最低的點是5月14日 22,789點 導致回調了1,975點 相對6,551點的反彈來計算 是跌了大概30% 其實是很正常的 有人說經濟數據現在很差 失言人數持續高企 領取失業狗仔金的人不斷增加 在這個環境下,股市有甚麼法子上升 其實大家有沒有想過 這次疫症之後,儲局是沒有上限的挑熱 市場的資金多達很重要很重要 那麼龐大的資金流會做甚麼呢 因為大家朝著一個方向 就是疫症最終會受控 經濟會重體的 有這股信念在 資金已經是不斷地作一個部署 相對整個股市來說 還有杜瓶斯指數現在這分鐘 是抓住高台而不下的 因為整個大浪的起步點 是一路連2月11日的低位15,503點 你便計算一條數 15,503點 相對現在的市況在24,000點 正在抓住水平 為甚麼不是高台呢 錢真的很多 所以造就了美股的勢頭 一直咬著高台而不下 至於廣股是怎樣 情況就有少少失息 但是不是真的差得那麼重要 我又覺得未必是 只不過是代變 事實上今個月的波幅是很小 由4號的低位23,584點 升到11號的高位24,766點 是先低後高 但整個月的波幅 直到這一分鐘 都是低1,182點 相對比較小 近期的市的確有少少反覆 而且恒指也跌穿了10,20和50天線 形態上是屬於浴市底的格局 所說的底應該是今個月 4號的低位23,584點 但我們看看 好像昨天這樣 指數最低的23,722點 但不肯進一步下限 其實那一刻距離23,584點 不是很遠 但始終不肯下限 相對來說 亦都不是太過兩例 因為以昨天的指數最高23,952點 亦都沒有辦法足球 或者回向上最低的中平均移動線 50天線 換句話來說 市仍然反覆整固而大遠 但情況又不是差得那麼重要 但我想說的是 現在50天線在23,967點 10天線在24,081點 而20天線高一點 在24,106點 簡單說 以恒生指數昨天收市在23,934點 只要升200點 已經可以回到50、10天和20天線的樓上 一旦出現這個技術上的情況 整個大市也漸漸擺著反覆肉吃底的威脅 但無論如何 因為現在恒生指數距離12、15、10天線 是很接近的 升1、2、8點升破 跌1、2、8點跌破 其實可信性都不是那麼高 反而大家有沒有留意 好像昨天 中芯、串頭破腳、順域光學 甚至乎平安好醫生等等 都上了高位 然後跌下來 其實日中反覆的幅度是很深的 所以在參與任何短炒的時間 大家千萬不要重瘡 不要大手 蜻蜓點水 輕輕便好 市場真的有少少反覆 今早分析到此為止